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到ET才智Doc 坐在身边有大家都很熟悉的丁sir 丁sir,很久不见 你好,Debbie 今天丁sir来跟大家详细 拆解一下商品市场的表现 最近多人说的 继续在讨论商品的超级周期 我想没办法 因为很多大行吹捧这个概念 就算中央什么监管出台 回来之后也是敌不过外国那种需求强劲 是一定要低位买的 所以今天真的要邀请丁sir 现在的走势是否真的那么乐观 好吗 但你的样子好像告诉我 真的不多乐观 商品也好 各类资产市场也好 好像我现在那么累 很累 是吧 因为真的升了太多 说到累 又真的和大家看看走势 我们通常都会用CRB商品指数去看 大概19种的商品表现 你看走势图就知道了 是这样的 今年来的升幅也有超过25% 我想如果由去年3月底的低位 去计算反弹幅度 就真的很夸张 超过五成 很多人都会问 究竟那些什么 什么美金药 通常预期升温 又或者那些疫情引致的一些供应链断 引发商品价格急升这个趋势 究竟是反映了没有呢 你刚才说了很多因素 对 有些因素我觉得已经是过分反映 我想最过分反映 你会看到无论是商品也好 很多全球主要的股票指数也好 已经超过去年疫情开始前的高位 甚至是历史新高 要留意 无论是商品也好 我有时候很喜欢说话 有点点利益 好啊好啊 没问题 我拉回来 未必拉得我回来 好 人们经常说QEQEQE 其实联储局没错 现在的资产负责表 接近百万亿 但其实它的步伐 除了在四月 其中有两三个星期是快了之外 其实今年大部分时间 它的步伐是放门 甚至是没有QE 甚至上个星期已经宣布 将它的旗债 去年买的旗债 要放回来 和ETF 也会放回来 所以其实由去年 就是特朗普年代 到现在拜登年代 总共呢 它不是QE 是真是印银子 是刺激经济方案 是超过六万亿美金 那现在上个星期 拜登又说 下年预算又六万亿 所以真的现在是 过去超过一年 那些资产市场上升 商品也好 股票也好 那些外币也好 不是美金 即是外币 都不是QE 是真的 那些钱是落了市民的袋 每个家庭 现在计算了 那六万多亿 那四千五千万个家庭 哇 很耐心计 是的 不知道多了 不知道多少万元美金 如果有孩子 更多 但接下来会剪掉 是的 所以可能有少少 剪掉那件事 就是剪掉那个特别疫情 那只鸡 有一半周分 但是说了这么久 主体就是 商品也是资产市场 其中一个很主要的部分 因为现在过去五六年开始 尤其是2015年开始 很多传统基金 都纳入了商品 在他们的AUM里面 就是资产管理规模里面 所以由十年前不够5% 去到现在 上年年底为止 有部分基金 去到两成的比重那么高 那今年 不要再说了 又加入那些加密货币的资产 是啊 所以其实来来去 你会发觉 是联储局也好 欧洲央行 日本央行也好 但唯独是没有 我们人民银行 我们相反来说 就好像现在 勒住 勒住 勒住